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河岸邊 阿丹同事推薦他吃這間牛排 所以我們就來吃飯 他之前就在Morban Sky Deck旁邊 要吃這間的話要先訂位 不然的話很容易沒有位置 我們講會不會看的菜單之後就退縮了 欸你沒看的嗎?沒有 可以坐這裏 那我們看了一下他的菜單 他主要就是牛排然後沙發 還有羊肉還有三文魚跟雞肉 然後他還有煮了一個甜點 那他跟我們也推薦這種 一百五十天熟成的這種 服務飼養的牛肉 他這邊其實也是服務飼養的牛 一百五十天 那他這個就是有分 Rave Eye、菲利、樂眼 然後紐約客 那分不同的客室 還有和牛 對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沙拉 然後跟一個熟成的牛排 然後是他推薦的 沙拉是我們單隔壁的 你看起來很好吃 我們就點了 然後他是有附這個薯條 我們點了這個大概是五百克 然後他說我們兩個可以分食 應該差不多剛剛好 最近我感覺氣氛蠻不錯的 是一個蠻美式的牛排館 蠻適合就是可以來這個 South Bank這一區呢 就是散步啊 或者是去Sky Deck那邊 看一下風景 看了風景之後 然後來這邊吃個牛排這樣子 這玩家蠻多貴 或者是慶生啊之類的 慶祝那時候來的 你看這個 牛肉廚一點很漂亮 我們今天沒點了 中間那裡其實 然後加這個醬意外的好吃耶 這醬好搭所有東西喔 對啊 有蘑菇醬 沾肉也很好吃 對 沾薯條也可以 對 請他好吃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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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那我們來到墨爾本這邊 最著名的咖啡街 他這邊一整條都在賣咖啡耶 然後咖啡街的中間呢 就是讓大家喝咖啡的一個座位去 對 很酷耶 然後其實我們昨天在逛街的時候 已經有經過了 只是昨天沒有那麼的發現 對不對 昨天沒有仔細看這裡有一條咖啡街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在墨爾本咖啡街這邊 我們找了一家 看起來真的很多的店 所以他可能人都很多 你看裡面也做滿 然後外面也做滿 然後我們就來這一間咖啡店 連盟這一間 那在墨爾本 有一個世界咖啡之都的名稱 那為什麼這麼有名呢 是因為在二戰期間呢 義大利跟希臘的難民 他們來到墨爾本 然後他們從他們家鄉 把他們的咖啡文化 帶到墨爾本來 所以這一座城市 它就有各個國家的 頂級的咖啡種植 然後我就點了他們這邊的 Flat White 還沒拍照 請來了 再喝 今天中午我們來吃這個麻辣燙 然後我們之前在雪梨的時候 就有看到這個麻辣燙 覺得很酷 所以我們想說 來這邊吃吃看 在雪梨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好多間麻辣燙 對 一條路上就可以開非常多間 然後我們就一直想吃吃看 它這麻辣燙 它就是它都會有不同的湯底 然後就自己去選 選什麼菜你要吃的 一條路上 它就都開了好多間麻辣燙 而且它是用秤重的 對 然後它在這邊就是先拿一個鍋 有點像在台灣吃滷味那種 這樣子跳 然後就秤重量 看你要吃什麼就夾什麼 然後秤重量 它是100克4.28 然後那邊就有很多的菜 它該不會連這個鍋子一起秤重 但是鍋子很重 其實滿像去那個火鍋店吃東西一樣 紅燙 好 滿像去火鍋店吃東西一樣 就是這樣辦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樣多少錢 麻辣燙 31塊 我們點的麻辣燙 我們點的一鍋是30幾塊 不錯耶 滿濃郁的 在冷冷的天氣喝到燙 我就是 都加燙 大燙好 蠻喜歡的 我還要加這個 要吃什麼 就是看自己要吃什麼 再加什麼 那樣的 而且我覺得舒服 我吃一下這個好像不錯 因為我們平常要吃到的菜 種類很少 然後選這個的話 就可以選很多種菜 對啊 而且它的湯好好喝 現在就在想家了 現在就在想家了 現在就終於在想家了 吃到好把你也會講想家了 好 哇 它這是怎麼包裝啊 沒有包裝就放在裡面 對 喔 它這個就是包裝 它最近我在網路上看到大家都推薦 大家都給它一個稱號是 世界上最好吃的可頌店 我來試試看看到有多好吃 我們剛才到的時候已經有一種口味賣完了 它那個上面放了很多的杏仁 對 杏仁片 那看起來就很好吃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拿到最後一個巧克力口味 他拿給我們的時候 還跟我們說 我們這是最後一個 對 最後一個巧克力的口味 剛剛我看到坐在那邊的人在吃的時候 看起來是蠻好吃的樣子 很酥脆耶 而且它粉上的這個一層一層的 咬起來很鮮明 它這個7.9塊錢 嗯 原味的是7.1 這個非常酥耶 好吃 好 而且它巧克力也是 融化在裡面的 它不是一咬裡面巧克力是一名的 買了一杯Seven的拿鐵來喝喝看 對 好 世界咖啡斯多的Seven拿鐵 喝咬起來 喝咬起來 有差嗎 呵呵 跟今天早上的有差啦 我覺得最好喝的還是昨天早上的那一間 那一間 那一間最好喝 明天再去吃那邊 這有差 有差 但是 跟台灣也有差 對 呵呵 我們剛剛搭後面這個丁丁車 真的好方便喔 而且它在市區坦這一個Zone 都不用錢 在它車子裡面 它就有畫一個兩個畫圖 顯示說你在哪裡去 對 我們的Free Zone在哪裡 對 因為大部分的Free Zone都是在觀光之間 所以很 在這一區 在旅遊的話 就搭這個車就好喝 對 而且它這月台做得好漂亮 就是剛剛好 你一離開你的車子 貼著的就是地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前面這個地方 逛街 Central Station 這裡才是Central Station 那這次Central Station呢 它以前是製造彈藥的工廠 所以還是可以看到它以前 留下來的是紅磚樓 在那邊 對 然後呢 在後面 在你後面 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鐘錶 聽說有兩千公斤重 好酷的 漂亮耶 那今天下午我們來河堤這邊 對 騎車 體驗一下墨爾本這裡的河堤 對很多人都在河堤這邊運動 然後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公路車在這邊騎 然後還有跑團啊 還有運動團啊 還有龍舟 也在這邊練習 然後現在已經六點了 然後天氣還這麼亮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個標示啊 它就有寫今天有多少人騎車 然後一有人過去 它就再Cent一次 再算一次 很有趣耶 呵呵 覺得怎麼會排這麼長 那這不是會吃那個希臘捲餅嗎 對 有別的啦 你看別人是點別的啦 對啊 要不然我們去點外産 可以啊 你有別的 你看那個 很多別的 好像很多好吃的 我們今天晚餐呢 是來吃這間 希臘餐 那它主要的應該就是賣那種捲餅 它就是那種捲餅 然後裡面有包肉的那種 去看外帶要不要拍 好走 好 還超多人 還是take away的人 這些對不對 OK啊 我覺得 我們也就要吃這些 所以看起來就是 它外帶呢 就是吃這些 雞肉 mix跟lamb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還有蔬菜的 嗯 好 那我們就點一個這個 那它內用的話 就是除了這個可以吃之外 它還有非常多不同的 希臘餐可以吃 內用感覺也不錯 哇 而且它裡面環境也很漂亮 你看 用那個石頭做造型 我們現在把東西 帶到河邊來吃 看著第一排的夜景 在墨爾本這邊啊 它的河堤 這邊就是South Bank 哇 這邊的夜景就很漂亮 然後還有剛才的車展那邊 晚上也是會打燈 這邊就是很多飯店啊 金融大樂 這種 我要來開這個重點的東西囉 這麼大一個 然後我們點的這個是mix 它就是有雞肉跟羊肉兩種 它沒有牛肉的選項 對它沒有牛肉的選項 其實是內用也沒有 對 它咬一口就有羊肉的味道 可是它不是那種腥味 它是不錯的 蠻好的 可是它醬好像比較少一點 然後它這個冰皮比較厚 它給肉的份量很多耶 裡面滿滿很多的肉 而且都蠻厚的 它下面的醬比較多 我剛剛吃第一口之後是沒有 我剛才咬了一口 哇那個肉滿滿扎實的 我現在滿覺得肉 好好吃喔 應該只是羊肉感 可能下面是雞肉吧 I can see the sunrise reflecting in your eyes 嗨早安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要來喝咖啡啦 然後這一間呢 因為這邊很有名的 看得出來很有名吧 後面很多人 對不用找在哪裡 看到人在哪裡 不是哪裡 那今天呢 是我們在墓爾本的最後一天 我們就在想說 那最後一天我們想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決定 來這裡喝咖啡 再喝一杯咖啡 對 這裡的咖啡店很好喝 對 然後再去一個維多莉亞女王市場 然後這家咖啡店叫做 Patricia 然後它在它的外觀 是看不到它的招牌的 但是你一看到人群 你就知道要排隊了 這是什麼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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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白咖啡 我們現在拿到我們的咖啡 其實它排隊人很多 可是它這個蠻快的 然後 然後我覺得它這裡就算排隊人 很舒服啊 它舒服很舒服 還是很好欸 那個我們問它有什麼推薦 它都會解釋得非常非常好欸 好 我們現在來這邊吃點東西 我們先回到我們住的地方去拿行李 然後今天晚上要到機場去 然後要做晚上的飛機到塔斯瑪里亞那邊去 我們第一天的時候不是在聊說 對木耳本的第一印象有什麼 我今天是在木耳本的第四天 那你對木耳本的印象有跟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有不一樣嗎 因為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是禮拜六的晚上 然後剛好大家都出來外面派對啊 然後虧著行李我就覺得非常的急 然後我們就想說 怎麼那麼多人 我跟我說我們都在路市街上走啊 因為那時候已經十一二點了 後來禮拜天啊禮拜一旦啊 我們就覺得 欸還好啊 沒有到那麼多人都會擁擠的感覺 就真的是還蠻適合住宿的一個層次 然後像是我們這邊也有去 河邊各人騎腳踏車啊 就是生活街路啊什麼的都很棒 我也覺得 而且木耳本真的是一個很多很多好吃的地方 然後市場裡面賣的一些生鮮啊 水果啊 而且都很多也蠻便宜的 然後它很重要的是它的交通 因為它在市區這個Zone的交通 是不用錢的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真的算是一個蠻適合居住的層次 對 而且它這邊的咖啡就真的是很棒 好 那我們木耳本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去塔斯媽尼亞 喜歡我們這影片記得按照片 還有一個小鈴鐺 掰掰